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新Channel的觀眾大家好 來到1點半時間又是五時新戰線 继续我和大家看着下午的事之鱼 来到今天星期三 有丸子稀在这里 稀少欢迎你 你好 施神 如果你说真的看这个事 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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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相当失望 只剩108点 其实关不关特首事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 为什么我说关不关 因为特首今早开始宣读 他那份施政报告之后 就冲穿了27,000的一个点 曾经飙升452点 高位见过27,040点 9个月的新高之后 然后立刻就掉头越缩越小 下午开的市况 刚才见过升不够100点 我本身这个问题还是想问气少 是不是不放股票就可以继续赚下去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现在 我又不是说看得太差 你说今早开400点的升幅 现在最后晚下手还倒跌的状态 是不靓的 日中走势 没有窝压口 但是恒生指数 大家其实预算突破7月的顶 就是267,040点 今天突破了 好了 之后 你也是看结算 还有整个11月 我想大家都赚钱 在这些时间做少少获利回到很正常 但是我再问你一回头 你够不够胆说话 明天是否会重新冲上去2万室 可以的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的 因为我刚刚刚搜到这个留言 我都在想一想 它说大户转仓 所以转跌 需要不需要斩一斩 会不会就来奇结这件事呢 奇结我想其实都玩到这秒钟 我想都在高位结了 所以你说回吐的话 下多一两百点而已 我都是预算得差不多一时间 那不淡 如果照你这么说 因为如果你要冲下去 2万6千点以下 2万5千8的话 那先前那几天在做什么 就是你熬了这么久 你打算一下突破 我当你假突破了 接着都是常落时 不是一下子会马上回落 所以这一阵 今天的大市成交是不安的 因为很值得 因为现在大成交是不安的 现在是 是啊 千多万在缩 因为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 指数的看法就有些失望 但是你的仓上面应该不是太大变化的 除非你很重仓 3008而已 你今天才走到风口过山车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 你是很多那些科网股 我们炒开热炒那些板 其实今天早上那400点 不是太关你的事 完全不关你 你保守的 这个说法说得算 很好 我们这些斯文 对吗 那为什么呢 而今浸你看到 今天升的都是银行股 今天升五号仔 大笔像 就是中云香港 11号 然后有大堆地产股 因为资政报告有些放松措施 大堆涌上来 但是如果你的仓不是那么多 这些货底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的升幅 你可以撇开不理住 我反而在担心一件事就是 因为先前那一阵 应该都还有些人 去hold住那大堆药业股 就是那些生物科技 B仔股那些 近几段 他们是散得挺快的 这个我觉得反而大家要想一想 你仓有仓的话 就会不会说要止蚀 那种 那这个想法上面 我觉得迫切过你会不会追回 这旧经济股 这样的想法 那照你这么说 是不是真的 指数那方面的升跌 大家不需要太界随 因为呢 大家如果记得昨晚美股 是升到特朗普 三万点 是的 又冲出来的 就是在这里要庆可一番 说真的 我真的第一次见 那些美国总统 要走出来 数着 今年破了多少次 那个股指 但是 如果大家还记得 其实我们 率先冲破了三万点 还有三万是三的 就是这样的位置 究竟我们什么时候 我觉得分发得挺严重 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出现 这个你又说的是 期指结算之前 我想我差不多了 在这些位置 就是今天高位已经见到了 对 差不多了 其实是给他多两百点而已 就是你便在两万七千二 就是这样给到你 那你所说的 比如两万八 甚至我想 已经开始有股佬 在说三万点 就应该是十二月或者一月 之后的事 那我就在想 这个消息面 可不可以托得住 楼环球的risk on情绪 就很严重的 我觉得是 正确实是 为什么呢 是有点湧进去 扎牵马的 走回到股市 所以炒那样东西 美股那边昨晚 就是炒一个人 炒耶伦 你说特朗普很紧张股市 那为什么那些人 那么喜欢耶伦 就是因为耶伦 比股市还紧张 他以往 其实在那个货币政策上面 那时候讲减息加息 就是看着股市走上落 他是一个很重股市的人 那所以那些人才买它 咦 学者学术派 我们有理解去跟 那就有个我们叫做利好因素 就冲了美股下去 在香港这边呢 你就要看一看 接着就是究竟在政策上面 我特别是那个A股 真的会不会说 现在讲顺着那个周期 顺周期 还有那个内循环怎么去炒 那其实气氛都还在 你说12月再试多一阵上去 我相信的 不过呢 我就不会说 跟大家说 我一定要看28000点 或者是三万点 我就会很实际的 回到你自己的持仓状况 就是好了 前排我很害怕 害怕到泪尿那些 就是9988 究竟现在怎么样 回到上去了 我是不是要放一些 又或者是呢 刚才所讲的B仔股 甚至是我抽不抽 玩不玩一些新股 其余的股份 我觉得是油走息 比较斜着地炒 那如果油走息 就是有少少轮动方面 我觉得是真的 正如你说的 其实可能大家的仓 近期变化未必太大 因为大家开始 摆了某部分的旧经济股 在自己的股份上 那你说今天的大笨象 就没得不赚它 就算下午市的速度 其实它的升势 都暂时有接近7% 但是我知道 旧经济股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 就是说 有得追一只旧经济股 我见有些人 都真的猜不到 觉得是5号 因为上到40元以上 但反而这些位置 我觉得你想追的 又未必是这一只 对的 5号我不觉得是一个 就是叫做 首船 就是现在呢 其实就是 我就会调转头 问回大家 就是 咦 你哪个孤姐 那只5号 是不是还是很多仓的 你现在趁它走上来的时候 你想想 不如 就是WhatsApp一下它 看看它 会不会放两三手手 我是做这个动作 那就是 看着的是 昨天我们在炒 那个经济复苏 一大盏走上来 5号 是其中一种 这个概念 是 那它要涌上去45元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看不到什么50元 55元 就是高盛那些 对了 看着两三元 目标价 但是呢 如果你说旧经济股 还是在大市比较落后 就真的是2628了 唉 我真的说这一只 真是小都猜不到 因为刚才呢 有位家庭观众 我看应该是阿连 他说平保 混货混得漂亮 那内险股 大家都是先看了一只平保 而2628呢 你看近期的市场 就升幅 哇 为什么它没有升过 是的 完全没有理到的 是 很过眼的 平安呢 我都说有只 绿金锁可以叫做 在美国那边 虽然跌过来 现在又回上去 现在又回上去 都叫做有些消息 那它是回上去 大概90元 那我觉得追上去的话 你都是看100元 而已 水位就不是很多 但是你反而看2628呢 你说要说投资故事 有很多的 一 它本身呢 其实呢 整个保险学业 就不是只是它的 开门熊的一些 产品呢 就调了上来 这两个月去买的 其实是买得挺好的 而是呢 今天呢 整版的保险股呢 就是在炒的息叉 就是讲那个LPR 和那个本身的存款 你都开始有些 一些确阔 那所以 就是保险股呢 其实是炒的什么 是炒的内地加息的 那所以就 就是这么多只 我就见一只2628 又或者是有些人 喜欢的momentum大一点 就是1336 嗯 是这两只的 就是那个beta 比较高一点的 那看看你以往 我明白的 有些好像 有些估计好像Season那样 就是听到2628 2628 是啊 这世上都不会再炒 那就是1336 那可以吧 那生化保险交出来的 成绩表 大家有时候都觉得 帅哥一点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相对落后 和大市都会敏感的呢 2628要走起来 那我就拼一下 19-20元 有得拼一下 我觉得 就是 反正我可以 非常之乱说那些 就是那种就是 哎呀Season 都27000 没理由 2628 只有17元 那就是 你都可以 但你有个故事在后面的嘛 是的 我觉得 它的保险产品 其实都推行到 那就是 那个比喻 就是 我觉得2628 都是一个 微青木兽的女孩 那一刻 如果走出来的时候 化个美妆 是会有些 经验位给你的 嗯 那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放在 看清单上 没错 如果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件事 买股份 我常常强调一件事 要买得舒服 2628 你现在这样跌下去了 当我完全是错的 就是根本 原来你看 在微青木兽的女孩 你永远都是在看背脊 一刻转过头 原来不知道是什么人 这样 你跌下去 跌到 比如说 16-15元 这些位置 其实都大把钱 会回头 就是看得到 风险 那所以我就觉得 会买得舒服一点 好 那如果是这样 大家有了教委方面 做一个参考 可以留意到 这个旧经济股 算是现在市场上 大家还没看到它 因为今天 那些焦点 就真的下了 五号仔 还要是市场的升幅 完全靠它 在支撑着 暂时会向都做42.4 升超过6.6% 那 人秀就还没开车 但是今天来说 都升超过1% 算是不错的了 在做17.64 这些位置 那当然 大家 sorry 开始吓声 很害怕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按了388 完全是大家 在中午收市之前 所有的焦点 就落在它 为什么呢 因为 预先开始炒的 就是炒个互联互通的概念 没错 好了 那特首真的出来就说了 逐步扩大互联互通 合资格的股票范围 但是问题 后面这一句 大家就很执着了 他说 和现在一块香港上市 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 哦 B仔股进去了 还有 内地科创股股 在符合特定条件之下 纳入去标的范围 留了四个字 第二上市 新频道的家庭观众很聪明 是不是一入不到港股通 京东 阿里巴巴 要真的 立刻插下来呢 如果大家记得 阿里巴巴那两天 列口 那样弹上来 完全是炒这些概念的 是的 暂时你会看到 看9988 你可以看minital 11点那一刻就冲了上去 之后就打回来 真的好像没有第二上市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消息面的炒作 你说这几天 大里巴巴是由240多元 250元那样冲了上来 是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因素 我就未必觉得是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成交金额 现在已经去到1200亿了 那你自己的仓 或者在想法上面 我每次看到这样 就在想 死火了 是不是又是新旧经济交换 那些钱就买进去 我的仓里面没有的股份 最猛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的情况 旧经济是有人买的 但是新经济又不是沽得很严重 还有你近几个交易日 其实大家开始理讯整件事了 所以呢 根本其实就是有少少牛市走出来的 就是根本新旧经济都是在审下去的 那些钱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阿里巴巴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今天会跌回一点 三百八就是 OK你真的涌过这一阵 就是所谓的标的开始扩阔 那他出来有少少失望的 那他就获利回套 但是这么说 三百八十多元的港交所 你猜是低位吗 嗯 但是大家对他的憧憬很高 我觉得 是啊 但是我就想说一件事 就是 其实四百元是多难突破 就是四百元你计算的估值 就应该是说 每天的日均成交真的要二千亿 平均 那你才能够正确 那所以 今天炒了上去 会有很多人会放货 嗯 可能就正如希少所说 今天的港交所高 是真的 挨过一下三百九十八个四 没碰到四百元 就似乎要掉头向下 中午之前开始转跌的 那现在下午开始回来 似乎有机会越跌越急 跌着都超过百分之二 落到三百八十三元 这些位置 所以大家就小心一点 因为今早明明那个憧憬很大的 但是想不到一句这样 就转跌回来 那意味着就是什么呢 大家解读就是阿里巴巴啦 有机会大家都要留意 一轮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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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在北水 去做起他们的时间 有些疑问 现在不知什么时候 才可以回来 而阿里巴巴 我认同希少所说 就算他真的跌 我又觉得 咦 沽压又好像 不是啊 真的太重 不像是之前这样 烈口的一轮转下来 我在想着 会不会是跟 某一些负面消息 会有机会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印度那边 好像说对中国发起一轮的制裁 是 要求下架四十几款 来自中国的apps 当中有几款都 就是阿里巴巴的 我觉得也有很多 负面消息前身 会有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 阿里巴巴其实又不是 需要看得太过差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前几天 不是看到内地 在收近一些直播带货的 就是网红KOL 要有实名制的 那些 就是我见一些KOL 是要直接 把那些身份证 摆在镜头上 摆在镜头上 真的吗 然后呢 我是真人 他就是这样写着 去到这么夸张的 但是当日呢 阿里巴巴其实 没有什么跌过的 还有呢 自打从呢 勇哥 张勇呢 就已经是 有一点点跪下 所以说抱拥监管之后呢 是 那其实大家对于 他的那个政治风险呢 其实就开始 那个担忧情况 减低了少少了 但是呢 我就会反问大家 OK 他现在升上来了 就是呢 大家心目中 那些260 280都快回去了 你自己在想一想呢 就是你本身需要 那个仓里面 会不会太多阿里巴巴 我经常都这样想 嗯 因为呢 那一刻呢 跌到下去呢 我想这里也会很多人问的 就是 我的200元 或者220元 那些货底呢 是不是要走 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真的 你不是很舒服 那个仓底 嗯 那我自己的部署呢 就是原本我是想着 留四手阿里巴巴巴 我经常都说我有六手 你之前有减了 我有减了 那我现在减了 只剩了两手 就是我没有走完 但我原本是想着 留四手在那里的 是 但是你因为看到跌得那么急的时候 再减了一点了 是的 再减了一点 那我留了两手 那根本其实呢 那我的货底是180多元买的 那你现在锁了你的东西的话 那你有政策风险 我也觉得没什么事了 那所以呢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办法 可以做到这些部署 好啊 那就是可能看货底 还有那个价位部署上面 大家都要看自己心态方面 是 是 是否舒服 握住它的话 而另一只呢 家庭观众比较关心 又是 弄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上市概念 就是9618 因为呢 大家就在想 会不会是9618 都会 没有了北水这个冲景呢 但是我觉得它 因为近期走势不差 所以沽压来说 现在呢 都没跌够2%的 下回341.8这些位置 这条走势呢 我觉得又真是挺帅的 货面消息 又没有阿里巴巴那么多 还要今天最新 好像连京东健康的一些 招股资讯都出来了 是 这一只会不会真是帅的 暂时来说 市场都很叶蓬的 那就是 叶蓬之处呢 当然是它多些分拆概念 在里面 但是呢 京东健康 我那个码没有题材 是叫6618 6618 我觉得挺容易的 对啊 6618 对它那个释放 价值释放能力 之前炒过一转的了 所以呢 去到招股之前呢 再因为这个因素 而令到9618升到 我又觉得 货币 所以这一阵呢 我就只是看着那顶先 368元 因为呢 之后你没有什么 特别好消息炒的 因为我不觉得 双十二有什么炒的 另外 但是它会拆几样的嘛 现在陆陆续续 就是说不止京东健康 大家充气 京东健康 接着就是京东素科 但是京东素科 就非常极之像蚂蚁的 所以我又怀疑它 要先退一退 就是你怕监管方面 又有一些阻滞 是的 一样的 之后 它有一些金条白条银条 在京东素科里面 之后就是京东物流 它是有估计在的 保持得过 还有 久不久炒几转 我觉得挺好玩的 不过呢 纯粹以直播空间去计 因为近期的方法股 又不是那么行的 那我就会等它会不会 下回320多元 我才买 你炒卵的 炒牛熊镇的 自己即日做 那我就觉得有个波幅 给你玩一下 好啊 那这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又思心想问的 因为呢 我有少少冲动 在想京东健康 是不是可以考虑抽一下呢 所以我就特意 转过一些销售文件 旗下京东健康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6618 招股价介乎 应该是 62.8至70元5毫 一手呢 其实是50股收入场费 就是很便宜的 3500多元 最重要是大家很着重 那些基石投资者 不错啊 首先那只 齐了 齐了 高领资本 大家最喜欢追那只 起码在里面 还有新加坡的 GIC 还有BlackWalk 还有对冲基金 好像还有Tiger Global 这一只我就不是很熟 但是 问一些业界 好像都算是粒粒皆升 是不是我 应该都可以的 其实 我就会觉得 通常那些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 我有一注钱 那应该是南月亮 还是京东健康 那些人都会问 是的 但是两只股份来说 我都觉得可以试 但是京东健康 由于比较大 如果他要做到超过100倍应购 那些 我想那些钱会很夸张 我想难一些 应该会分得多一些货给你的 相对于南月亮去计 南月亮就是一种 就是龙虎山泉那种 就是个个全部涌进去 个个都问 可能你要抹斩抹到千万 或者几百万 你才可能会赚获一手 那种股份 所以我自己的部署是怎样 京东健康我用正常 孖展去做 然后 南月亮 我就反而少少地 博下六合彩算数 反而是宁愿那些 别人说多人头策略 是不是 就是抽一下 因为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可以保证那个数 就是如果我计南月亮 满满手 哇 六百多七百万 因为我拿 我拿新股的资金 我十多万的本金 开头是 那你大约都是大约到大概 二百万 都拿不到 都拿不到 所以大家应应回你的状况 如果你是可以的 你cash也可以的 当然了 fine go ahead 但是就是 那个部署两个去选 我觉得六六一八 你都可以试多一点 好的 的确的 我都觉得 现在临近年尾 将会有一轮的新股热潮又出现 而且每个都好像有些话题 又有一些星跟着 就是基石投资者 所以大家都可以将一些焦点 放一点 而今天 其实也是 新频道的观众不停提醒我 尤其是 一进来 那个很惊慌失措的 就是那些体育用品股 2331 对 是不是下午才再跌得急了 因为今早可能我真的想念 那些金融股 传统的旧经济股 还要自己拿着那些新经济股 原来下午来说 股压真的挺重的 2020 这个新进的蓝筹 现在跌幅半成过外 还有大家很震惊的2331 李宁 跌得没那么多 但是原来看一看那些阴烛 年四阴 第四支 还有穿20天移动平均线 但是我觉得新频道的观众好像眼睛是发光的 因为在想会不会是穿20天又是一个机会呢 这个消费股今天我们明明刚刚说的旧经济股 也有些资金看看 这两个类钱内需股又发生了什么事 它又比较高PE 我没有找到是不是 没什么消息 李宁的三志岩那些新闻就出来了 没有这些东西 2020就更加没有了 所以是正常回套 就是等于你今天问我 为何DB股叫做跌得那么厉害 我都答不了你 坦白说 那就是一些获利回套 在这两个月呢 你会预认你的仓里面 如果你持有些比较高PE的股份 久不久都会有这样的状况走出来 所以呢 大家 就是 那个部署上面来说 其实 如果譬如2020穿100元 即2331又突然间 落到近40元边 其实是可以买回头 嗯 不要落到这么低 我还想着其实穿20天 都可以想得更多 你可以试一注 但是 43元 就是虽然它跌了4元下来 在高位 但是 依然是一个非常之高的价钱 嗯 那你就 你说博反弹 那我就会怎么去想呢 我就倒转你刚才那个题目了 就是 今天全部没人说的就是 就是3690了 嗯 296元 那我会试 就是 就是我自己通常的想法 是 反而是那些 就算滚下来 你觉得都没去到一个吸人的程度 是的 一般 我会试一些 如果你说买李宁 喂 欺笑4 3元买不买得 买得 买得 40元 会好些 嗯 未必一定买到的 但是 买不到的 就是另一个版 这么多版 去炒 好的 解答了Tony的问题 虽然不是一个真实的答案 因为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这两只会大跌呢 但是刚才你看新闻 看消息 其实真的 暂时没找到 有时候跌下来 我觉得未必一定要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 是 相反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有一个惯性的操作 就是他跌下来 总是把消息安下来 是不是呢 有时候其实不是因为那个消息跌下来 是的 近几段 尤其是跌下来 通常会 那个消息都叫做确实 但是 看好的消息 很多时候真的会安下来 硬硬硬 所以 大家都是这一层 我不抱大大的期望 就是你来 我可以说很久 就是那个产品的那个升级 接着如何去调作潮牌 接着之后 他的那个 就是库存所有的东西 开始回来 数字 是的 数字上面漂亮 但是这个故事他两个月前 我都是在说同一样东西 是的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跌下来 去到43元 嗯 可以少少少的 不过呢 那个故事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我说真一句 好啊 一路我们讲的时候 其实你让那个跌幅 有轻微收窄了一点点 现在跌着百分之二点二左右 也不算是大跌 按照他这么说 安踏就的确 沽压就重一点点 既然你又好像 在这些这样的价位 你觉得不如看3690的话 就都挺贴合家庭观众的想法 譬如Honey 美团306元就有货 那你当然就说 去到这些300元 楼下的水平 觉得吸引的时候 好了很多家庭观众 300元 然后又追货了 是不是等得过呢 我们靠什么去催化 就是等他再上去 因为现在又入了蓝丑 那会不会是 传统智慧 12月7日正式生效 前一个收市的交易日 通常有些指数基金做事 成交会标得很多 但是不代表股价一定会再标 是的 3690我不是炒蓝丑的 我炒他的业绩而已 我反单30号 是的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他的业绩应该挺厉害的 看他两部份 外卖那里应该不会太差 但是我只是在想 美团我们买的 现在也不是外卖 和酒店导店的旅游 酒店导店旅游 这次应该的业绩挺漂亮的 因为我看同情艺和业绩挺漂亮的 有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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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外卖他就龙头大哥 大家反而怕饿了摩 走回来 最主要就是他的社区团球 你在买他的故事 都是说这部份的增长 是不是可以很厉害 而且突然间 在他的新业务那里 会额外贡献到很多毛利 我也是炒他业绩之前的浸 你说是否要保持业绩 或者30号怎么去计算呢 我业绩之前又可能会走 因为就像小米那样 业绩之后 它是可以跌四个的 三百八八 我自己中了招 业绩之后 它跌回来 你说业绩是否真的很差 不是 很厉害 但是就有这些因素 因为可以回答了 例如Helen 司徒 每个人都会问 我加注是否现价 可以做部署 没有货 是否现价可以买 如果按照你这么说 300元以下 去博下星期出的业绩 好像博得过了 这个我纯粹博的 而且时间是什么 只剩下几天 是的 我不会像一般财宴 跟大家说 买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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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为 买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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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会这样 看博什么 不博330元 看看是否有 不行的 原来这几天 全部都要去到经济 那就赢了 我也不会博得太厉害 我的题目是 11月尾12月 我是较脱 所以 我的注码上面 你很明显看到我 都是小小的玩一下审一下 看看有没有餐 自助餐给我 那你弃炒 应该是前11个月 好像是赚得不少 才可以做到 这个年底弃炒的部署 是不是 应该要赚到一点 如果你是要入得股市 就是 你今年 没理由不摆科技股 你上半年有物馆 买买的物馆 要走得迟 是的 就是上半年 其实他都给了很多时间 都长的 你觉得不太对劳 都长的 是的 我当入门投资者 看你都会开始 懂得如何去赚 好了 去到下半年 我们有个B仔狂潮 整堆生物科技股 几倍几倍 这样上 接着还有些什么 一大堆科网股 也是每个都涨的 去到最后 已经涨了小米了 所以这一层来说 为什么我有个气财的角度 我不是说我赚得很多 我只是追回帖大家的部署 就是因为 你的部署上面 如果你是没有办法可以赢到两成多三成 就是仓里面 那你要想一想 究竟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错 你会不会看得太多财经节目了 就是很不很集乱 很分散的一些消息 很集乱的一些东西 又或者是自己的心态上很心急 或者是不太懂得怎么看 有时候是反而去做回这个想法 所以这阵子来说 去到这秒钟 也十二月 我很多资金是采取一个独立的态度 我不是说市场不行 市场是很厉害的 但是未必那么容易 你可以捉得到股份 是的 这方面真的要大家看着 现在的市况是升一百点左右 如果你真的要对比起 今早早的高位是缩了的 但是你也要留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业绩股 小米还没说到 既然我们提出了家庭观众问 都要看一看 因为我自己 我不是太懂解读 但是我看它那份业绩 我自己觉得都真的不错 是不是 就是收入盈利都创了历史新高 当中那个手机出货量 年增我看到45% 其实是否因为大家原先憧憬过高 因为前几天资金已经先充上去 我看到前三个交易日累积升幅 小米有一成半 好了那破完那个位置 是否大家趕着吃糊 一般的题目 你不会看到它是写 获利回肚 sale on fact 趁业绩出货 你纯粹计算近几段 资金的态度是这样的 就是出了业绩多好都好 都是赚钱走人 那这个我没得说了 其实我发觉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 但是小米份业绩 有一样东西我都真的要挑剔一下 总体份业绩 你计算大数 电话买得好不好 毛利率是上的 全部所有东西完美好 好过预期 但是呢 就因为小米外与升到上来26元 这些呢 就叫做 都整47倍PE 的 我又不可以完全不理股值 虽然科网股 是不太理的 是 但是呢 就是如果小米要在26元楼上 要冲上去30元呢 我就要看一些额外的故事 一 那手机电话买得这么好 其实最主要都是说的是 可能是这个季度 真的没有什么华为机的 嗯 那现在的荣耀又回来了 那华为又说可以重启4G的生产 那它是不是可以继续保持得到 这个我们要观察的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 它的毛利率上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因为呢 就是它的手机本身都真的挺便宜的 要加一点点价呢 就是现在的红米手机 是说的是 就是Redmi 是1,999元至2,000多元人民币 不是以前那些999元 那它升到OK的 但是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 互联网业务 这部分它的增长很慢 就是你要有一些额外的估值 必须出来可以炒到60倍PE的 那你都给我一些科网的东西 就是现在坦白说 不够科网的 你觉得 整个1810都还是硬件股 就是买了个手机 回来 入不到它的生态圈 就是说科网股 就是整天都是说 那个Ecosystem 那个生态圈 它入不到 没有买的手机 就照用原本的东西 就进不到它后面的服务 那这部分呢 我就会觉得 挺苹果 苹果不是很想 大力发展它的软件 但是 因为iPhone的占比的时候 太大了 那现在大部分 我们看的一份业绩 都是来自于它的小米手机 买得好 那就是一件硬件股 手机股 是的手机股 那这个问题就只是在这里 如果你纯粹要我评业绩 有时资金 为什么会趁着这些消息出货 我会这样去解释一下 我都有留意 譬如大和份报告 他有说到 你刚才提到 譬如华为 他那个市占率可能真的抢到的 那就是 不过呢 他就觉得股价是反映了 那个利好因素了 那他就说 现在风险回报吸引力就跌了 所以他建议 股价回落的时候 才考虑吸纳 但是我听你的口问 是不是反而这种未必是你的选择 甚至是股价 会不会去到某些水平 你觉得那个直播空间还有没有呢 久不久我都会推一下 但是就是 我的态度 因为我其实是很不喜欢 那些人说ATM混合 因为不关他事 应该要拿走他 ATM就是ATM 就是大平台 但是什么 小米是 但是他就focus在硬件 J都叫做科网成分高很多 就是轻资产来的 但是小米不是 所以我那个态度 就是我见ATM 或者J全部冲上去的时候 我炒一下落后 我就会炒一下小米 那现在小米不落后 我就等他一会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看看会不会去到一些比较合理的水平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才是欺笑杯茶 但是呢 其中有车股之前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科技的概念 刚才呢 节目一开始都有人连同体育用品股一起问 为什么给阿迪又要跌那么多 人家今天第一棍 不用那么紧张 大家是吧 一二一一 下午来说 一跌超过3% 落到193.5% 是不是要骂了 你说什么 是不是要骂了 但是现在十天移动平均线都没有下去 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一直保持着都看得不错的股份 是 但是呢 我 因为呢 我说的那些股份 有时候呢 我是会用一些比较斯拉一点的看法去想回头 为什么呢 差了几元 你说股票 你看股票 或者是所有东西 theoretical 我可以跟你说几个小时都可以 所有东西什么线什么东西 研究 但是呢 我会下多步的 通常都是 我就会看到底我买下去怎么样 比较确定 我经常都在买一样东西 就是我不是很能买到这只股份 好 可能呢 你见过了 司拉耶 我觉得是入场费贵 是啊 入场费贵 因为我新股你都买了 我也是十几万做个本 之后就看看有多少钱 借多少多少 那你预计我其实买一只股份 都是这么多的 那比较迪呢 十几万呢 我又买到一手 是 接着好了 我走去找那些衍生工具 好像现在来之后 有些牛证会好一点 但是呢 你买下去 他那些论证呢 就 哇 九十几万 然后呢 那他升到这样 是啊 我知道 我明白的 我完全明白什么 那为什么我整件事就是 哦 找不到一个入场的舒服的位置 就是呢 我们用那些很财演的后康 哎呀 你分注买小注 然后我说 分不到 小注是什么小注 十万元 小注 是的 那你买股份呢 你有得走赚 通常都买两三手 几十万了 几十万了 几十万对于你来说 小注是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个个买股票 他都几百万资金 我觉得不是 所以呢 给亚迪股份 我反而是 去到这些高位呢 如果你再动它 怎样去做呢 你的资金注买要很厉害 的 ну 然后不要为了 好像那那些人炒1579 泰海那种 有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 大家就是要百多的 那些 那个风际呢 是我的心理状态呢 是不行的 into 所以呢 унд 如果你 Spring 首先 如果你要炒得到 一二一一 sighs 你真的要思考一下 你自己能顶不顶得算 他要动两三脚 其实你相对于一手去计 你还是买两三手的 你的顶不顶得得好 你 我觉得它是Tesla这样炒的 突然间出个250元看到年中是有机会的 但是就要想一想 如果它不拆的话 你就要面对着这个问题 其实你讲一下 我觉得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买给阿迪 我都在等着它拆 如果它拆的话 我才会去做这个 容易一点做 你想一下 现在就算你叫我去部署一些京东 甚至是旧经济股 我烦死真是当汇丰也好 我都要想一想 买几手计一计数 那几手都已经等于给阿迪几一手的时候 我买给阿迪 我打算买四手 我可以再赢的时候分着走 因为我是这样炒海贵分 就是不仅是一注 但是这样占了我50-60% 那怎么办 我就拆头了 我反而是有点比较思考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买下去又是另一件事 所以为什么人们喜欢炒1772 但是1772也不是便宜的 就是它每收股数起码都是200 相对来说我都懂得如何拿捏到 但是概念是不是一样 如果照你看好 将那个目光转移去1772 禁锋都可以 禁锋就是那个态度和番茄1211有点不同 我觉得它好像两三年前那只落木 因为它还是资源股 还有它是持续一些我们叫做稀有金属产品 就是刚好就是近几段 就是内地什么行业都是做电动车的 之后那个锂电的需求突然间飙升 所以它炒起来可以很夸张 那你就去看位置 那这些其实它回又不能回多给你的 你就65元买回一点点 试一试 但是说到新能源汽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今天这一宗新闻 会不会又和比亚迪要回有关 因为有内地传媒写的这个报道 我说法改委要调查 各个地方的新能源汽车的投资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可能这几个月 又骗报帖 这几个月大家炒这个概念炒得相当热烈 报道上有写是恒大和保能的相关项目 就说要推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就是不是每天你冲出来 近期吃着新能源的水 我也有研发的 我这辆车都可以的 当中首当其冲 因为有恒大点名 所以我看到708刚才一开 跌得比较急 现在跌幅收窄到6%左右 会不会是阿爷又要按一按 你们只是说新能源这三个字 会不会说得太兴奋自己呢 可以这样去想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懂得去看 或者仔细去望新能源汽车 那你就要想一想 究竟那辆车的技术含量是有多少 比如说1211 为什么那个技术含量是会有的 因为由头至尾呢 连旧电都是它自己的 那你现在炒得很厉害的那只小鹏汽车 在美国那只 美股 那就是我会 衰点说它 我会觉得有少少觉得好像黄金砌机 它是砌出来的那些东西 周围拿别人的东西 就是旧电是宁德时代 接着呢 那个壳又怎样 那它砌出来的 那当然啦 它砌得很像Tesla 就是呢 连个字体都一样 那所以 就是 但是它都叫做电动车 那但是呢 就是发觉一位呢 它去看那些补贴的时候呢 它都要理讯一下究竟 喂 行大汽车你是怎样的 你哪里 那当然我们自己不知道 它都没有公布过的 我们知道它有行刺 1 2 3 4 5 6 7 8而已 那样而已 流线型的样子 是的 那所以就里面究竟 怎样去令到影响整个行业 我现在不会回答到你的 那但是它会缩补贴呢 它不会缩补贴的 因为呢 就是它如果要达到 2030年的碳排放 是要多少多少 2060年的碳排放 是碳中和的话呢 那你一定是在不同的范畴 一起做你才做到的 那所以有个目标在那 那市场都是很清晰的 好啊 那如果是这样 大家就可以留意回 听起来呢 就是对于比亚迪的概念 就是不用质疑 就是没有那么质疑 但是相反 这些浪费的股份呢 大家的确是要小心一点 是的 因为它其实在于 那么大家 其实我不说都知道了 是很贵的 嗯 很厉害的 都还是一个 就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你现在在策略市盟率 是 就是142倍的嘛 那你 那你 就是希望不要用 由市盟率变市盈率 就是如果大家是看市盈率的话 那就鸡飞走的 但是呢 我想大家 看到当时的时候 你自己都会懂得走的 好啊 那既然说到车股 就没有理由 不帮家庭观众看完 175吉里镜 是 因为luckystar 一早就留下了问题 都想知道 175应该是什么价位呢 可以捞货的 又或者呢 刚才我看到 是有些家庭观众问 上网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问题 目标都是一致的 想要等他 阿回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捞一捞 目标价再放高一点呢 回一回的话 应该是什么叫阿回 我自己下去 那第一天就是 是的 我就预计他 看看有没有 22至20元这段 吉里去到这个位置 我比较惑 因为呢 就已经是 现在在 每一只车股 即有少少碰到新能源汽车 我们都突然放多10倍PE 就是2333也是 是的 2333其实是轻能汽车 它是Hydrogen 它不是电 今天它是说的是初戀 我记得是 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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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元都不用 是吧 初戀的感觉 在山上不停飘 接着2333 现在就在那 275我就觉得 24至5元 就应该差不多 因为最坏的事情 就是先前 他之前炒过一个理好消息 他就和大姆纳一起合作 研发这个引擎 但是那个引擎是混能引擎 不是电动车 所以我觉得 差一点点 它自己有电动车 但是呢 占比不是那么多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24至5元 我预计 我不是说它之后不行 只不过就是 开始是大家要想想吃虎 好啊 这一只要想想吃虎的话 就是刚才那位家庭观众 还没入场的 就要确确保护 会一会 22元以下 你才有些税位 我觉得之后就炒上落 好啊 那如果是这样 也要靠近10天移动平均线 因为 刚才画面上 大家都看到的 蓝色那条10天线 就真的 有些少少离行离辣 所以 我的师奶分析 就是 现在的吉利汽车 真是街边的老婆都想买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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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仔 知道了 知道什么事了 20 2025年 2025年 可能只剩下那几家车厂 因为没有新能源汽车 就会被淘汰 被淘汰 那你就做大了 那你的股值就上了 那这个股价就已经冲了上去 嗯 好啊 那因为你刚才一说到初戀 我都特意开了那些车股出来看 原来长期今天首先都破了位先股 是啊 他真的是初戀的感觉 是啊 现在升幅都有超过百分之二 那如果 照这样看 我反而是觉得他好像比吉利更强 是的 而且因为他本身那个 就是叫做 基数又低一点 是 还有他那个哈佛汽车 其实整件事 在内地来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比较低端一点 所以他一有新能源汽车出来 那他的股值就会很重要 但是呢 去到这些位置 纯粹 就是 你说便宜与贵 这只就差不多最贵的那只 哦 就是对比起 就是他不是落后了 所以去到 我都是看着18元就算了 那如果是这样 就是反而大家选择的话 不是 是啊 就未必是选择这只 车股 好了 如果是这样继续讲一些 内需少少的股份 都要讲一下神水 因为我刚才看到 有家庭观众想问 这只9633 是 这个股份还叫ATM 是 所以想问一下希少 他因为这只9633 就43元有货 那需要不需要止虚 呢 止虚呢 我就会看40元 那40元呢 是一个什么位置来的呢 是啊 是不是近期炒完呢 先前呢 其实呢 他不是一直都是说 在34 38 近40元 一路走上落的 一路走上落 那如果他穿了40元呢 就是那天那只巴 走上去呢 就下回下个range 那你很 很惨的 如果他又要下回 35至40元 你有些43元货呢 整件事是很辛苦的 那我就会建议你40元 那一路走下呢 你就止虚似出去算了 那否则呢 如果你说这个range 还在炒的话呢 那你就先保持它 但是看上去的时候呢 就先看48先 就不要说太高了 嗯 但是看48其实都穿到位啊 嗯 那48吧 先看着 那但是 我不敢看太多了 好啊 不敢看太多了 这一只 这一只 今天很明显就是要休息一休息 暂时下午的高额都挺重的 跌幅呢 就搬成过外 还有下回呢就是42元 边左右这些位置 嗯 好了 而另外一位家庭观众呢 我见到多少呢 就是问刚才 我们都略略 转过一下 就是生物科技股 那刚才有说到 就是 虽然是家庭观众问的 就是脱了只B的 那些 就是比如信达生物啊 跌到来这些什么位 应该怎么看呢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那些未脱B的 那些其实也都有机会是 列入了刚才我们说到 施政报告那样东西嘛 其实不是应该是一个炒的憧景 我又不明白啊 就是为什么又会跌得这么急呢 我又觉得好像有少少是 就是消息出来了 接着就继续放货 那就 信达来说呢 媒体差 他本身的业务 他其实这几天不停有身脚 其实我想说呢 跟我们两三个月前 炒这个板块的时候 大家说的一样 其实没有变到 没有变到的 但是呢 问题就是预期 那就是 还有一个惊喜 还有一个惊喜 那就是信达来说呢 你炒一下炒一下呢 去到明年的年尾那些 那些什么恒真指数 就是叫做那些开会呢 它可能入蓝筹的 如果你计算 它的增长 就是备大 那个市值 都弄不去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整个板这样洗 还有呢 就是大家那个 古籍上面的看法 又有一些变化 那变化上面是怎么样呢 你玩开这些生物科技股 PD-1的 信达 军实 就是3759 康隆化成 这些呢 你知道那几只龙头的 其实是 但是这几只龙头呢 你说在那个业务上面呢 你久不久呢 见它跌定了 捞回头呢 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去到一些 就是 比较周边少少的一些 B仔股呢 就全部都是在退出钱 而已 所以我就看资金流向 都已经觉得很不对劳 嗯 就是信达现在不捞得住 其实坦白说 是的 因为如果你问我呢 就是不单止是信达的 刚才你提到的几只 都叫大家 之前看的龙头股呢 都是几只 几只大阴烛破位 下去的时候呢 完全是摘刀的格局 是的 所以几位家庭观众 都是问一些生物科技股 那没有货的话 大家就不要想着乱摘刀 但是真的有货 你会不会都觉得是要走了 不如信达这样呢 其实先前呢 就是我叫大家那些止蚀位 就55元的 嗯 那极其量呢 都是说 应该走贵了 是的 那你没有走的 通常是这样的嘛 不捨得 古佬叫大家止蚀 你不肯指的嘛 那你都是看多一两天而已 那他不弹了 那你现在还下跌的话 你就不弹 那我救不了你了 那所以呢 那这一阵呢 如果你下个位去看的话 很明显的图都能回答你了 肯定是下跌去 就是46元这些位置了 再下跌就已经是再打穿下去了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就是2359 我当弱名是最厉害的那一只 139元呢 你可以达得这么快的 是 真的很急 就是 今早我答人的问题 都是110元 想想想 那时候才看看是否买 哇 你看到110元 就是还有4元嘛 是的 他带你上来这么夸张的 那你无谓这样接 嗯 因为呢 我见 既然我们说到一只 若名生物呢 年历马上说 其实他83元呢 就有货的 刚才的 若名 是若名生物 sorry 83元有货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是的 2963是2269的 他正在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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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好像呢 明明拆细 大家觉得入场是 容易了 容易了嘛 但是我见他 因为现在转的数据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久不久 一直都在跌下去 是的 你用1211的角度 我们刚才所说 就是想他拆细 让我们容易买些 但是对于 有货的投资者 就容易沽了 即他容易了 他又可以做到 我们那些带头龟股佬那些 就是分住走 是的 今天就不是分住走 和拆细的问题 很明显是跟着的板 一起跌的 所以跌下跌下跌也挺多 是的 还有我没有记错 它是83万 是的 现在暂时那个 价位方面的部署跌幅 都有超过4% 但是之前大家明明 还在说 炒虹底股的概念 动下就没了20多元 我对若明是 我要问回那位的投资者 我对若明是 我设置的指示价 通常设置2成的 即你自己设置的指示价 就是看看你哪种股份 和你自己的能耐 但他83元的话 就未到的 未到2成的 因为为什么我会设置2成呢 那我的银力需要多些 因为若明是很疯的 是很疯的 因为乘几两成 一天都可以给到你的 所以我就设置2成 看看你自己订定一项 否则的话 你就自己想一想 都可能要走走货 不是说若明是不需要走货的 是一样的 你也是要看风险的 好 那这位家庭观众就考虑了 另一方面 我看到雷神问这件事 都想问一问你 因为他说到 其实是刚刚新鲜 才有科技指数相关的 衍生工具出到来的 是吧 他说科技指数又不能进入 我想知道 这个变动对于你来说 算不算是多了一个吸引的工具呢 工具呢 多了一个期货 1月有期权 然后我星期一就有千只牛熊和窝卵都走出来 是啊 那么市场是成熟了的 科技指数我就会觉得 一个中线的选择其实还是OK的 因为未来的投资故事 其实我不太喜欢什么所谓的新旧经济交换的 因为那些新经济 其实是你每天都在接触的 其实那些是旧经济来的 我经常觉得 你看电话用APP 如果内地人用腾讯阿里巴巴 是他每天经常的生活 就是你觉得这样变回旧经济 其实如果你贴切一点去形容 其实那些已经是变成了公用股 就是你每天用电 每天用煤气一样 就是时代的转变 是的 所以如果你说 OK我回去吧 他们要新经济就是新经济 我无谓去改变市场 那接下来的投资故事 一定还是在他们那里的 所以你说 要我把仓搬回旧经济 我审些 但是新经济依然是个投资故事 所以恨它回的时候 我肯买的 就是我的概念是怎样呢 现在疫情不是说第四波的 就是出去按些都不知道怎么样 是的 我就会调转去看一些 就是有质素的那些旅游股 就是它肯下跌 嗯 但是我想不到 有质素的旅游股 例如哪一只 我买了一只1910 是的 就是这一类型 比如说780这些 我如果肯下跌一下 我又会买一下 就是这些就是和疫情 调转想的股份 那它肯下跌的时候 那就是 第四波疫情 你走去炒1137 是没有什么回报的了 因为你是第四次炒了 那大家 你看一些什么1997 它都不是跌很多的 跌了一天而已 那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我倒转看这些事情 那对于科网股或者旧经济 我也是倒转看 就是会跌下来 那旧经济 这样 但是你想想 你要我hold住那些11号 那在我这个年纪呢 我就觉得很辛苦 是的 是 就是909有提到今天沙士股大部分都要跌 90936.5有货 另一位家庭观众37元有货 他们都差不多了 究竟要不要先走人比一比 其实持货能耐可以久一点 我觉得明元文可以的 纯粹计业务来说 它是香港唯一一只真是运的股份 明明现在升得不错 为什么他们跟我说 我看26388不行了 388我推了当然不行了 因为他们只跟我说 沙士股大跌 大明元云明明都升得挺漂亮的 2013 2013不行的 8083一般 按照你这么说 909可以坐久一点了 是的 它真的是做云的 但是集中内访嘛 是集中内访的 但是你玩回小分龙头 我就觉得它已经是龙头大哥了 那就是上去顶部可以看 有货的就继续保持住它 没有货的就在想到这个位置 好啊 那最后大家也可以留意 那只909 原来下午来说 我知道刚刚才按出来看 其实升幅都不错的 升得超过4% 如果你说SARS的服务股 它真的做云的 8083其实我就称先回过2013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倒转的 因为我觉得8083就比较像美国的Trade Desk 就是概念足一点的 那只不过因为它是白仔股 所以少了钱去买 但是如果你的走势上面微猛 是今天来说又真的再差一点的 因为2013微猛呢 现在都跌超过4% 落到10.28这些水平 我们是不是要变成了 是的 因为已经够中了 两个数字了 一只究竟是2628 2628我已经记得了了 另外一只我自己的就是1910 是的 1910近期的走势都不是太差的 新秀丽 今天来说暂时偏远 现在说到两点半钟 有些时间做着12.26 好了 今天聊天室都相当热闹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五视新战线 如果未like新频道 Facebook的家庭观众 快点上Facebook page那里like 明天同样时间都会见到我 所以下午一点半钟 没错过 Running Season page没like的 都可以去like 今天麻烦你 先like这个 先like这个 是的 欺笑你like了什么 我是一股定输 好 今天和欺笑说到这里 下一个星期三会再见到欺笑 明天同样时间 在五视新战线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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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